CM的小錢車動作 大家好 歡迎收看很久才更新一期的小錢車動作 我是錢鳥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我生活這輛國際PGR 這次實行買車 所以我還沒有怎麼開過 也還沒有改裝 終於有機會可以從原廠的狀態下開始介紹了 國際PGR可以在傳奇車業的網站上購買 PGR已經出很久了 要轉到很下面才能找到它 雖然路上有時候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但是是沒有辦法直接帶回家的 價格才稍少了50萬 跟其他上百萬的比起來便宜很多 究竟是便宜沒好貨還是高CP值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PGR的實車我認為可能是拉法拉利 會說可能是因為 這次的相似度實在是有點低 雖然整體造型滿像的 但是仔細看的話 車頭水箱護照正中心的風格 後面已經蓋上瑞利爾線條 還有車尾的T字設計 各處都有著不小的差距 尾當也從一邊一個變成一邊兩個 而且這個車尾我總覺得 哪裡看過 找啊找啊終於發現 原來是我最喜歡的超跑場 麥拉倫F1的車尾 這方方正正的感覺 中間給它揍一拳凹下去 就很接近了 不過上面已經蓋的部分是 拉法拉利沒有錯 而且呢 麥拉倫F1在GTA裡面 有另外一台車對應了 車廠也不對 所以最後認定 五樓DP者 就是改款的拉法拉利 一定是如此啦 接下來就來看看外觀的細節吧 從車頭看去 這台車 給我一種憨憨叮叮的感覺 尤其是完全的正面 正圓弧的臉龐 開開的眼睛 扁扁的嘴 讓我想到這個醫生的臉 如果再加上後視鏡當小耳朵 感覺像是在周圍飛來飛去的奇怪類型生物 雖然少了些侵略性 更多了幾分可愛 讓我等一下想要試試看 粉紅色的車體 配色上主色佔了大部分 靠近駕駛艙的區塊才是複色 安排我覺得稍嫌單調了點 在前方點下了藍色的火地標誌 會隨著夜晚開燈的時候發亮 我原本以為這個設計 只有在叉叉林上面才有 沒想到這台上面也有 所以或許是每一台古龍丁都有 只是之前我沒有注意到而已 相比上半部圓弧的設計 下半部的線條變得比較銳利 中間細細的到兩邊往上下剪開 下半部用上清淡化的碳纖材質 照看之下中間這條是分隔水箱護罩的造型 實際上開口就只有上面才有 下面只是單純的凹槽而已 好一個GTA式空力設計啊 有點像是原本的車頭少了些什麼 所以就在下面連一個有賽車感的前衣的感覺 那我們鏡頭就會轉一下來到斜眼的角度 感覺還真不錯 用車身線條做出來的假前衣 讓它帥度上升了幾分 還有我們大多是從這個角度看車的 這個角度下車頭好看多了 從前面進來的空氣 會從這兩條弧線後方的孔洞排出 為車頭提供線壓力 但就沒有提供行李箱空間 車燈外框設計頗為方整 內部一大一小垂直排列了兩個魚眼車燈 兩個都是大燈 都同時可以發出近遠光燈 而非不同功能的設計 來到車側 車側大概是我比較喜歡的部分了 蠻流性的造型 車頂使用太鮮材質 複色從前面延伸過來 包裹駕駛座上半部 主色的車身主體 加上一塊複色的導流側板 前輪拱下面印有古羅地字樣 導流側板印有Turismo的車名字樣 這兩個都是兩車都有的 輪胎扁平比非常的低 可以為它帶來靈敏的操控和路感 四輪碟下配上紅色的卡鉗 我認為是非常好看的經典配置 往上看一點 車頭過來的線條 一路進到引擎室的空氣入口 通過後馬上順著車尾排出 這部分的線條我也是蠻喜歡的 車的入口在原本的拉卡拉利上是沒有的 應該是直接從側面進去 再去做分流 最後來到車尾 透過後擋風玻璃 可以清楚看到PGR的V12引擎 旁邊還有一段一段的開口 頗為帥氣 車尾使用中間低於兩邊高的弧線設計 這樣子下凹的車尾造型在法拉利上 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哇 認為還不錯 車燈這整塊的保險桿向內凹陷 四個圓圓的尾燈突出回到尾部這個平面上 側面也能辨識出車燈的狀態 看起來挺漂亮的 也不像頭燈亮死板板 而且也不只是這四個圓燈 還有沿著上方L型的燈條做裝飾 中間一樣有古羅地標誌 但不像是車頭 這個古羅地標誌是不會發亮的 呃 因為PGR沒有倒車燈 所以或許這個弄成倒車燈 應該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原廠要不要考慮一下啊 右側燈下方也印有Turismo R的字樣 保險桿下半部用上探纖材質 兩根大大的排氣管在車牌的下方 配上巨大的擴散器 還有兩條紅色裝飾線做點綴 接下來 我們來將PG的引擎蓋打開 它的引擎蓋是後面這一整塊的 可以看到整個座倉結構 應該有不少部分用上碳纖維來輕量化 打開引擎蓋後 整個引擎出現在我們面前 可以把這具V12自然進氣引擎看得蠻清楚的 也能看到管狀的車架 甚至連油箱都外露了 這種開法還真是棒啊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台車還蠻好看的 就是不要從正面看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內裝吧 這內裝感覺還不錯 但有種熟悉感 我想看我們第一集 PGR的內裝幾乎跟小丑一模一樣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整體內裝用上大量的皮革 有些車縫線裝飾 但選色非常低調 整個中後台加上探險飾板當底 營造出熱血的感覺 垂直圓柱形的手排排檔感 中外有一圈金屬飾板裝飾 再鎖在類探險飾板上 下方有三個按鈕 字樣看不清楚 新車就這樣令人難以接受啊 我猜應該有一個是PUSH START吧 三個一起按下去吧 我按 這聲音真好聽耶 不過看來是沒有純電行駛的模式 雖然這是一台油電緩和的跑車 但電的部分可能只用來提升性能 並沒有提供單獨用電行駛的功能 前方三伏式方向盤 非常簡單沒有任何按鍵 連接處採用金屬 手握的地方皮革包覆 外與側有車縫線 令人有點擔心快速旋轉的時候 在外側的車縫線會有點刮手 後方兩支 撥桿、控制車燈、雨刷等功能 沒有換檔撥片 中心印上藍色的古羅地標誌 往前看去 中原是儀表板 左邊顯示速度 單位是英里每小時 右邊顯示轉速 縫線大概在7500左右 腳表的部分由左至右 第一個應該是油亮 第二個實在看不出來 嗯? 超主手特 我根本沒有來到啊 呃... 古羅地園廠如果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麻煩記一下好嗎 第三個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溫度 C代表冷 H代表熱吧 第四個 048 實在也看不太出來 標一下啊 這設計在搞什麼啊 再往右看中控台 上四個小表 第一個是電量 第二個還蠻讓人疑惑的 另外如果說到0.2到1.4 有什麼表的話 很大一個可能性就是渦輪增壓 可是這台車是自然進氣 加上動輪回饋系統的油電車 為什麼會有渦輪表呢? 實在是想不透啊 接下來第三、第四的 70到150很有可能都是溫度 我在想會不會只是單純造型而已 往下看大型觸控螢幕的音箱主機 周圍有著不少功能按鍵 但沒有辦法分辨 主機的右邊有個點焰器 再往下又有三個表 這個都有標示 左支用分別是電壓溫度跟渦輪壓力 所以到底為什麼要有渦輪壓力表 下方緊接著是一台老式音響主機 看起來是能放錄音帶 害我快以為我買的是一台經典老車了 再來看看其他部分 我們內裝主體用的是塑膠材質 加上碳纖絲板 中間挖空提供側面的置物空間 座椅標配皮革的桶型賽車椅 座椅的座面跟靠背的部分 都有透氣的設計 再加上紅色的裝飾 看起來還蠻有質感的 兩個座位中間有一個好像很厲害的音響 向後看還能看到這台車漂亮的引擎 內裝或許有些部分不是那麼令人滿意 但光回頭能直接看到引擎 就足夠讓人熱血沸騰了 接著我們去改車王 看看PGR的改裝項目 能夠帶給我們什麼驚豔的成果 首先護具一定是滿的 然後煞車一定是滿的 引擎也是最高 排氣管的話 我選賽車型好了 果然還是無法捨棄這個特殊的色澤 喇叭的部分 超跑我都是用高音燈 然後車燈換一下 霓虹套件配置 擺側面 顏色挑個紅色好了 再來車牌 我忘記我是用哪一個當超跑車牌 用黑色的吧 顏色的話 來個亮金屬的極致藍 木色就配合著車頂用霧面黑 再來車頂 車頂可以換噴氣車頂 還是探先的好了 然後導流板 我喜歡最下面的導流板 家裡最強的 懸吊最低 我怎麼覺得車子沒有什麼動 變速箱最高 裝上一個渦輪 輪胎的部分 就來個高檔車的Z碳先行 顏色的話 來個紅的吧 輪胎款式 客製化輪胎 然後 沒了 雖然改裝選項好像少了些 不過整體的效果還不錯 還滿滿意的 改裝完就來上賽道囉 首先是直線加速 測試的第二台超跑 還滿期待這個結果的 第一個檢查點400公尺 第二個檢查點1公里 最後500公尺用來計算極速 最後500公尺用來計算極速 第一個檢查點12秒整 最大速度是120 0到1公里23.9秒 取低速度152.54 1-2公里花19.33秒 去段速度186.24 最后500公尺9.63秒 急速是186.91 嗯...不是很快耶 1X80的400公尺是11.1 總時間是50.408 再來是幹地剎車 加速到急速在2公里處的檢查點剎車 看剎車距離 2.625格 比小丑差一點跟幅度一樣 好 接下來是施地下車 規則跟幹地一樣 就只是改成雨天 看會衰退多少 3.25格 施地衰退 普通 不高不低 感覺整體性能沒有很強啊 只能期待MR的轉彎性了 看它在賽道上有什麼表現 賽道測試是我使用這台車在自治的三個場地的晴天跟雨天 每一場花一個小時盡可能跑出的最佳單圈 這個測試是建立在我的駕駛技術上 沒有辦法保證大家測試都會有相同的結果 測試過的其他車輛成績都在下方說明欄中的線上表格 第一關幹地城市Pizza在這裡的駕駛感是讓我滿驚豔的 精準銳利的轉向 同時要有很穩的車尾 出彎可以很早就全油 萬一真的打滑了也容易就回來 原本的轉向還是不夠的話下車多寒一點 帶動車尾增加轉向能力 也是很容易的 各種彎都很好應對 整個就非常的好看 做出來的單圈也很穩定 這個代表著它很好上手 因為通常在這麼有線的時間內 我要推極線的話 是沒有辦法達到這種穩定度的 單圈時間1分21.415 輸給X801.403秒 輸滿多的 但這個賽道有兩個大直線 性能上比不上的情況下 這個結果還算正常 但我覺得上山就難講了 小鷹晚哥復古 0.2秒 第二關是失地城市 在失地城市後區的缺點就出來了 車尾開始有點飄動 雖然不小心失況還是很好救 但等於就是過彎速度跟四驅相比 明顯被降低的比較多 加上煞車能力減弱 要提早滿多來煞車 出彎加油的時候要平滑的按下 就能夠有效的避免車位打花 整體來說只要稍微小心一點 穩穩的開 在雨天PGR還是很好駕馭的 但這時間來到1分24.451 比碗哥慢了0.5秒 比碗哥復古快了0.234秒 還蠻意外目前城市第一名的記錄 居然還是有X80保持著 在都還沒有測試之前 原本還以為PGR有機會打敗X80 不過PGR是很好開很好開 而且又便宜 覺得很棒 再稍微滑一下 都沒事 還是穩穩的加速過 第三關 來到山上 山道測試 甘底的山道 跑過城市之後我就預期 PGR在山上應該會蠻猛的 果然是如此啊 大家可以數看看 我這場到底踩了幾次煞車 大樓彎都只空稍微放油了 也不用全放 就可以轉得過 車位的極限很高 穩穩的衝 感覺非常好 非常舒服 連倒數第二個的彎 等一下會看到 這條山路上 我覺得最難轉的一個彎 它都可以輕輕鬆鬆的轉國 可以說是目前測試的幾台裡面 跑這個場地我覺得最好跑的車 做出來的時間是1分25.786 順利拿下目前的冠軍 比X80快了0.4秒 做動關加速都比不上的情況下 能夠超前0.4秒 就可以看出來PGR的轉彎能力 有多大的優勢 這個彎我還稍微有一點食物 跑外線了 跑轉的彎 再來第四關是 濕地的山道 濕地山道上的PGR 就有一點滑滑的了 可以看到過彎的時候 車尾一百一百的動作 沒有太容易失控 但也沒有那麼好控制 需要費一點力 專注在車尾的動態上 畢竟大打滑就會變慢 雖然它很好救 但是還是盡可能不要打滑 比較好 出彎的時候 油門要蠻小心的慢慢按 雨天的後續就是得這樣 可以發現我還是很少煞車 但這次不是因為不用煞車 而是稍微煞車的時候 潛移重行 稍微就很容易滑出去 所以我寧願找一點收油滑行 來換取穩定的過彎 可以比拼煞車有更快的出彎速度 就可以跑出更快的時間 單車來到1分30.724 輸給RH8 1.201秒 贏過復古瓦哥1.368秒 RH8真的是 太猛了吧 第五關來到郊區 甘地的越野 換上了越野輪胎 其他設定都沒有動 PJR就算是站到最低 那裡底下都還有一般蠻大的距離 換上了越野輪胎 上泥土之後我發現 與我日期的還要更順滑 日野道路 穩定性很高 懸吊的行程也比之前 側過的車還要長 飛起來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很多震動都可以被吸收掉 然後輪胎維持在地面上 加速跟控制能力都很不錯 因為沙土地的關係 剛剛前面有出現了 第一次的轉向目標 不過問題不大 多減速點就可以避免掉了 加上打滑好控制的優勢 所以PJR越野露面的適應還不錯 大家都在打滑的時候 如果越好控制 越容易恢復 抓地 就可以越早開始加速 所以這對PJR是蠻有力的 單身來到2分02.892 RH8在這裡創下的成績是 2分02.890 就差那麼0.002秒 我覺得這算是烏灘範圍內 開的感覺 我是覺得PJR比較厲害 真的很好開啊 技巧上面有一點類似在於 它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點難說明 這可能要大家自己去體會了 這可能要大家自己去體會了 最後一關 吃地面也 吃地面也 但是還有又濕又泥的地上開後區 還好不是福多喔 之前福多的噩夢真的是讓我印象深刻 影片可以看到我開的不像甘迪的時候 那樣激進 反而沒有什麼車尾飄過彎的動作 都是減速多一點然後穩穩的準 這樣在拉大力賽道上面其實是還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經過了多次的嘗試 實在是太滑了 都比不過這樣慢慢拍了全速 現在過夜很容易直接就衝到3下去 靠著不太受地心干擾的地盤 分超滑的速度 在直線上去做彌補 做出來的單圈是2分05.730 一樣是鑒於RH8跟復古之間 比較特別的是 這次的成績居然是在起跑圈做出來的 通常起跑圈都會比其他圈慢一點 但是因為這條賽道 最後一個媽很急 加上起跑的時候有一個加速器 但是第一圈的烈飾才不明顯吧 走開了 大路的山路 好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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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了 以上就是我們再次國地PGR的介紹啊 这台车以前真的从来没有关注过 我虽然是在刚出没多久的时候就买了PS4同魂GTA 但是我其实是好一段时间之后才加入线上游戏 那个时候已经有T20这台神车了 朋友带着刷刷抢劫很快就了入手 就没有怎么开过这台 驾驶感来说真的是很推PJR 如果开稳的话比比较多圈数的比赛 应该也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 等其他快车都自爆光光的时候 就是PJR胜利的时候了 50万在超跑中真的算很便宜 做完第一台超跑也是挺适合的 没有什么怪脾气可以拿来练习 路线 真的是一台好车 不过呢 现在的超跑一台比一台快 一般跑赛车的时候也不会去玩耐久赛 所以要靠PJR抢一些盛场 可能会有点难度 那这集就到这里 我是千妙 我们下一集再见 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帮忙按赞分享留言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还有FV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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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